江湖之上有一种奇门武器 名叫飞龙斩 百步之内可取人首旗 断其手臂 凡是碰到死大杀弃者 无意生还 而飞龙斩的唯一传人 就是这位司马骏 虽然一身武衣名震武林 然而为了荣华富贵 却助纣为内 甘愿做秦王府的第一英权 王爷对他甚是器重 时常派他执行刺杀任务 秦王爷滥杀无辜陷害忠良 或许是上天的报应 如今却身患恶疮生不如死 群变名医也未能根治 反而越发严重 王爷在怒气之下 将这些名医统统斩首 最后绑架黄昌鱼为他诊治 而傅太医为人正直 嫉恶如仇 深知秦王爷的恶行 如今被强行逼迫 狠时恼火 没有万四的克制 恕不奉扰 说完就要转身离开 王爷看起宁死不屈的样子 便心生一计 甲义向太医道歉 还命手下送其回家 紧接着呼天喊地 生不如死的样子 傅太医闻起惨叫 深知医者人心 岂能见死不救 随即转身返回 答应帮其诊治 据太医所说 王爷恶疮已深入骨髓 非常生疼不可医治 否则七天之后 必死无疑 王爷大惊失色 便问何处寻药 傅太医直言相告 自己的知有谭药师 正好藏有此药 目前隐居在苍龙镇 然而谭药师也是位正直之人 素来对王爷不耻 如若知道王爷用药 断然不会同意 随即以太子之名修书一封 太医临走之际 还告知了用药方法 需要用锅烤焦 磨盐成粉 然后敷在患处 不出三日必可痊愈 但药粉不能潮湿 否则药效全无 说完 太医便告辞回家 而王爷笑脸送走太医后 下一秒瞬间变脸 只因太医开始出言不逊 随命司马骏前去斩杀 司马骏听后迟疑了片刻 但亡命难为 只得祭出了飞龙斩 白明外只取赴太医首旗 随即拎着人头回来复命 王爷便拿出书信 派他取回长生藤 并承诺若在四天内取回必有重赏 荣华富贵已想之不尽 而司马骏前脚刚走 王府总管杨成坤为了争宠 就给王爷出了个馊注意 说司马骏不一定可靠 应派几人一同前往 协助并坚实司马骏 王爷听后欣然同意 而王爷想不到的是 就是这个决定 让他在七日之后必死无疑 隔日清晨 杨成坤带着几个武林高手赶到 明义协助司马骏 实则想抢夺功劳 司马骏虽已看破了一切 但他也无法拒绝 毕竟这是王爷的命令 一群人策马及时来到谭耀师住处 司马骏担心人都误实 随即带了两人进屋 当谭耀师看到傅太医的亲笔信 用药之人还是当今太子以后 便直接拿出了长生疼 然而胖子不知信中内容 说出了用药之人是王爷 谭耀师一听立马翻领 三人见以败露 只能明抢了 只见谭耀师虽然老外 但一身武功甚是不凡 竟轻松将三人赶出门外 三人骑马甲一离去 拉开一定距离后 司马骏一个转身 突然祭出飞龙斩 谭耀师伸手敏捷 一个驴打滚躲了过去 可第二把飞龙斩又急速飞来 由于无法及时闪躲 谭耀师最终落得个伸手易出 司马骏返回捡起了长生疼 然而同行之人 就连谭耀师的徒弟都不放过 直接挥刀斩杀 并顺走了谭耀师的鼻烟湖 随即返回林子与众人会合 司马骏等人准备立马启程 突然一道蓝色身影一闪而过 长生疼瞬间被抢走 司马骏直接扔出飞龙斩攻击 但奈何对方轻功了的 只好任起逃走 司马骏看着撕开的牛皮带 断定必是他的师弟铁二郎所为 因为放眼武林 会时铁齿神功之人 只有他的师弟一人 而师弟家正好也在附近 司马骏让其他人在客栈等候 独自骑马来到二郎家 见面便与其对峙 可二郎既然存心夺取 又岂会轻易承认 奈何无凭无据 司马骏只得告诉离去 原来二郎一家与他药师是多年好友 如今长生疼被夺 他药师恐怕已遭不测 瞎眼母亲甚是担心 随即催索儿子速去查看 二郎骑马匆忙离去 司马骏其实并未走远 而是躲在了屋外草丛 眼见师弟已走 便急于寻找长生疼 不料二郎老母眼虽已瞎 但一双耳朵轻入明镜 发现有人闯入 操起拐杖就是一顿暴打 司马骏只好退到门外 面对师弟老母的纠缠 司马骏心生怒疑 直接亮出飞龙斩将其击杀 与此同时 二郎已得知了谭药师的遭遇 他带上谭药师的女儿谭力 准备四级帮他报仇 当二郎赶回家时 一切以为是已晚 只见母亲横死当场 长生疼也被夺走 悲痛之下葬了母亲 司马骏赶回客栈 告知众人次日立刻回京复命 然而到了晚上 众人却撕破脸皮 想要夺取长生疼 不过司马骏早有准备 将一根萝卜放在包袱 故意让他们偷走 引得众人互相残杀 自己趁乱溜了出去 日夜坚程回京复命 不料半路又遭到了二郎的截杀 可惜二郎有心报仇 却武功敌不过师兄 这时谭力和王府女杀手赶到 三人联手围攻司马骏 司马骏顿感不妙 随即飞到一处至高点 再一次击出他的飞龙斩 不过这次他没有下杀手 而是稍作展示 让他们知难而退 司马骏继续一路前行 在半路上又遇到一位 抢夺长生疼的高手 直接貌似徐少强的汉子 一招套马绝技将他拉于马下 直接将长生疼夺走 小强骑马就要溜之大吉 还没走出多远 司马骏就已切断绳子 直接一招飞龙斩 又是一起无头命案 长生疼再次回到手中 奈何天空不作美 突然下起了暴雨 司马骏随即来到一处破庙避雨 由于衣服淋湿 甚却寒冷 便生火趋暖 可他不知道的是 这里早已埋伏了杀手 司马骏请客间就被制服 随之拿出长生疼 直接扔到了火堆 三人慌忙驱选 司马骏随其踹开几人 声称为了长生疼 你争我夺互相残杀 烧了一了百了 随后手拿飞龙斩下退几人 冒着大雨淡然离去 二郎和谭丽听闻此事 才知道他们上了司马骏的当 因为长生疼本来就要烧成灰炭 磨成粉末才能使用 司马骏必然还要返回破庙 而在另一边 司马骏快人一步到达 捡起烧黑的长生疼 一把捏成粉末 随即装入了毒桶 二郎几人赶来时 早已为时已晚 几人一路追赶 在一河边再次把司马骏截住 几人把他逼到一块石头之上 然而司马骏却无心恋战 只因着急回去复命 随即跳水过河 当他赶回秦王府 拿出竹筒正要复命时 却发现长生疼被水泡成了降乎 长生疼玉水 则药效全无 王爷看后脸色苍白 执意认定司马骏害他 并要将司马骏斩首陪葬 而司马骏气会轻易束手救起 他击退追杀的官兵 使出一招猴子上树 直接顺着竹竿翻墙而逃 正好撞架了赶来的二郎和谭丽 随之祭出飞龙斩就要杀了二人 不料此时王府官兵追来 司马骏纵身飞上土墙 逃之夭夭 就在此时 王府剩余几个杀手赶了回来 总管阳城坤令他们戴罪立功 趁王爷被死之前 将司马骏活捉领赏 王府官兵全程封锁 满城天有司马骏的悬赏力 司马骏无奈 躲藏在一处朋友的小酒馆 准备刺激渡船逃到南方 二郎早已试破他的意图 每天待在河边守住带兔 但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二郎 那就是如何破解飞龙斩 直到这天 看着渔民们撒网捕鱼的技巧 二郎突然想到 可以拿牛皮筋编成渔网 到时像一样将飞龙斩困住 于是在渔民的帮助下 他们编成几张牛筋大网 在小村必经之路布好了陷阱 此时的司马骏终于等到了机会 趁着夜色的掩护 坐上酒馆老板找的小船准备投渡 等到小船靠岸 他才发现中了圈套 总管杨成坤几人早已等候多时 原来是酒馆小二告发灵场所为 司马骏慌忙弃传逃跑 正好被逼到了陷阱之中 他此时已无退路 只能拼死一战 毕竟不是普通之人 先后将王府总管和一位靓女杀手相继斩杀 随即拿出飞龙斩开启收割模式 剩余两位王府杀手 也相继被人手分离 看到几人全部惨死 二郎和谭力随即出手 一边打斗一边将飞龙斩引入了陷阱 当飞龙斩碰到牛津网的时候 直接失去惯性之力 随之掉在了地上 司马骏大惊失色 但他又灵机一动 随之扔出飞龙斩 把支撑渔网的木桩全部斩断 陷阱荡然无损 飞龙斩继续大显神威 二郎和谭力慌忙躲闪 眼看避无可避 飞龙斩又急速飞来 二郎突然想起撒网捕鱼的技巧 他和谭力随即拿起鱼网一扔 两把飞龙斩果然被困在了地上 随即操起飞龙斩 静止扔向逃跑的司马骏 正好插入他的背部 杀人不眨眼的司马骏 也终于得到了他应有的结果